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话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T台正经话 我是主持人钱子 来看今日最震惊 台湾的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 已经累积到22例 这两天新增加的4个病例 目前的感染源都还没有确定 有专家建议应该提升 台湾的防疫等级到国安等级 但这是不是表示 目前的防疫等级还不够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跑去慈惠宫拜拜 要祈求台湾可以平安地 度过这一波疫情 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不是早就是国安等级了吗 来听一下 本来就是国安等级 他一开始就是国安等级在处理 差不多到现在就要做得很好 对啊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OK 没有什么看出确定 先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胸腔记重症科医师黄轩 各位观众大家好 立委蔡逸宇 主持人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 大家午安 以及资政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大家好 大家我们虽然在疫情 这个防疫当中还是要很有元气 好不好是不是 医师不能乱咳嗽 像我昨天不小心在电梯里面 因为红红真的很痒 我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 红红真的很痒 实在忍不住我就咳嗽一下 我刚才在捷律的时候 我稍微咳嗽一下 旁边外国人就拿起口袋来戴 那种感觉很差 没有办法 因为是草木皆兵 大家都会有恐慌 包括外国人不是本国人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之一 就是现在的防疫等级 到底该不该增加 该不该升级 刚才柯P看到他跑去拜拜 是要祈求国胎民安 希望台湾这一次可以平安的度过 这一次的疫情 柯P他自己是医生 他很了 他就说现在不是早就是国安等级了吗 他看看旁边的记者 记者也看看他说现在还不是 那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的是 现在台湾还不是这个国安等级 所以有大家有专家在讨论说 要不要再提高层级 包括戴口罩的政策 现在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今天早上6点钟 从武汉包机回来的 大家记不记得两个礼拜前 247名从武汉撤离的我们台湾人 隔离两个礼拜后 今天早上6点终于恢复自由声了 他们可以自由的出门了 那有很多被隔离的这个台湾人 都非常感谢在解疫 在隔离期间的照顾 有一名这个大陆的陆沛 他还特别录下这一段感谢的话 来听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陆沛 带着三岁多的大宝和老公 在这里隔离 腹中还有六个多月大的胎儿 今天是我们隔离的最后一天 在这里生活的14天 很感恩 很知足 环境舒适 一日三餐 送自门口 每天的口味也不一样 也有水果 饮料 在这里特别感谢徐政文会长 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默默努力 使我们在备受争议的状况下 可以回台 不必在武汉担惊受怕 冗长等候 也谢谢检疫所所有工作人员的 友好服务 使我们倍感贴心与舒适 你们是台湾的英雄 这场战役不知何时会结束 但相信台湾一定会胜利 台湾加油 中国加油 好 因为他本身是陆沛 他是嫁给台湾人的一位妇女 然后他戴着口罩 戴着毛帽 所以其实很难看清楚 他脸上的表情 不过我相信他的感谢 是发自于内心的 最后他讲台湾加油 中国加油 其实就他听起来 有些人觉得刺恶 可是也没有什么不对 他是从中国来的 他讲中国加油 也没有错 你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 更没有错 是不是 司刚 我觉得不要去挑剔 这样的一个讲法 第一个 因为他是从小出生在大陆 我想对原本的娘家的情感 也是有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 不要在这个人之常情上面 去做挑剔 我觉得这个就太没意思了 第二个 他很 基本上他非常感谢台湾工作人员 包括在台检疫所的 然后包括在检疫隔离期间 三餐的照顾 基本上我觉得他大概就差 我觉得要给他打100分 就差讲这句话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也对台湾的朋友 表达相当多的感谢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出乎人性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很多人的想法是出自第一时间的 内心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家大家不要去做一些 吹毛求疵的事情 他既然也认同台湾 但对他的娘家也不忘关怀 我觉得这个部分OK 我觉得每个人都这样子 你知道照理说 你说我们就每个人都可能 有结婚的朋友 也知道说有时候就照顾夫家 但是也只会想像娘家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位陆佩的讲话 我觉得很OK 也OK 也给台湾的一个审思 就是不要把一些陆佩朋友 好像一点污名化 或是带着一件特定的符号 说一定是亲中如何如何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感情在里面 感情的事情 不要用政治去判断 是 我们正要为第一线的 防疫人员以及检疫人员 拍拍手100分 照顾得非常好 我们来看今天出关的 我们讲他出关 他从乌来台中林口三个隔离所 总共246人 其中有一个人 因为他是确诊病例 都还在治疗当中 所以是246人出关了 他们其实很开心 从台中以及双北 应该是说新北市这个地方 大家分别布出了 他们所在的隔离所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席家带卷 带着很多的行李包包 然后这张照片是从大巴士 就是被隔离者的大巴士拍出去的 可以看到这些是所有的工作人员 列队在后头 跟他们挥挥手 不是再见 不要再见 可是就是拜拜这样子 希望大家就是平安 平安回去之后 还是要自我管理 做健康管理 另外这个照片 是在台中拍到的 那这一个人员 他被隔离在台中 可是他家其实不住在台中 台中市政府其实蛮贴心的 妈妈市长还派车 一个月问你说 你家住哪里 斯刚住台北 那你需不需要用车 如果你有家人 没有办法过来亲自接你 那我们可以派车 送你回去 那也送给他们一些 算是一个纪念品 里头是口罩 以及小贴心小提醒 回家每天要量体温 自我健康管理 那在回家的这段期间 先不要到处爬爬灶 如果尽可能可以不要出门 先不要出门 那当然我相信这246位 不管是我们台商 或者是在那边玩 求学 旅游的这一些台湾朋友 就是从对岸回来 武汉回来的台湾朋友 他们通用自己手写的亲笔信 写下了感谢函 包括他们说 住在这个单人间 单人房很干净 然后有美味的便当 早餐都尽可能做不同 不重复这样子 不一样的口味 让我们不要吃得很腻 真的非常贴心 我们下机之后 部分昼夜每天都来做检疫 然后到达14天的日常生活的照顾 通通都非常的巨细迷移 特别是陈时中部长 以及所有的护士警察先生 中部检疫人员 不仅环境非常的优雅 物品物资通通都很全 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相信我们台湾的这个 不管是人道 不管是医疗都是No.1 来 黄医师 我想这应验的一句话 我们常说的 台湾聚美就是人心 人心聚美是来自我们 真诚的服务 你看看这些检疫人员 那些服务人员 为了这200个人 他们其实是有轮班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还担心说 他们来到这里被隔离以后 那种心情不好 其实他们都有想过很多事情 然后所有的垃圾 要怎么分类 要怎么丢掉 他们也都是按照了 做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其实这种的服务 在他们每个文字的表达里面 我们就会感受到 这14天 这些人所感受到的 就是台湾的那一份人心 谢谢 而且246位被隔离者 都没有症状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 只有那一例 在发烧的那一例 就是下机之后 被检验出来的病例 好像其他通都安全 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其他的国家的撤侨 专机上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包括加拿大 都发现了这个数量不等的病例 美国最夸张 美国在撤侨的时候 撤到一半 然后告诉他 你们有40几个是正确的 正在撤侨 撤一半 然后告诉你们 北京有40几个是 是已经确认是武汉肺炎了 所以美国那时候 当时也是吓到了 如果是 如果刚好是两岸后 那整个是一个大话题 所以你看看 也就是显示了 日本有一个问题存在 日本这次的防疫和检疫 真的是有问题存在 因为我们现在有中部的记者 张子民 资深记者张子民 他今天早上 4点多钟就起床了 子民 子民 是 钱志杰好 今天早上4点多钟就起床 就是要来采访这个新闻 就是被隔离者的武汉的 我们所有的台湾朋友 今天终于在隔离 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你今天早上去采访的情况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因为他们是6点钟就要出关了 我们当然5点多提前就去准备 看有没有人来这边等 台中这边的秩序其实非常好 就是三部游览车将他们接出去 到转运站还有到高铁站 我们也非常幸运的 如果这位武汉级路配有看电视的话 我们还是谢谢他提供我们 一个非常棒的采访对象 采访素材 因为他非常乐观的 接受我们的采访询问 其实我们在遇到他的时候就 当然知道他是武汉回来的 我们就上前说 太太请问你哪边回来 他就说我武汉回来的 接着他叹了一口长长的气 好像他有很多的故事 近在不言中一样 想要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接着问下去 他就分享了很多 包括在封城 他们整个疫情爆发 到包机回来台湾 隔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看到你的 那个拍带里面 有一个大人牵着小朋友 那是你们拍的吗 那小朋友很小 好像才三五岁 这是你们拍到的吗 对 他们这一家人状况就是 妈妈跟小儿子两个人 大概在11月左右就回去武汉了 因为妈妈是武汉的陆籍配偶 那他带小儿子回去 爸爸跟大儿子留在家 结果回去之后 就疫情爆发了 接着封城了 那他们也不敢出门 甚至一直到最后 确定接到这个电话 说可以上包机的回来了 那他们还是很紧张 甚至这个妈妈说 他从要去搭飞机那天 出家门都不敢吃东西 不敢喝水 因为他口罩不敢拿下来 甚至太害怕 他们真的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那样的感觉 一直到他们下了飞机 真的进了隔离所 然后接受这些 驿馆人员的照顾之后 他才学着说 真的是放松了一口气 他也很感谢 这些驿馆人员的帮忙 甚至这14天来的照顾 也感谢说有警察人员 帮他们驻守为安 那么最后 在我们离开的时候 就看到他突然回头 原来旁边还有一个驿馆人员 从头到尾跟在旁边 帮忙照顾他们的状况 他还伸手去握了他的双手 然后说这个感谢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真的非常谢谢 就是一语言表 这样子的感动 是 其实子民 你跑新闻跑这么久了 我们也看过很多 不一样的场面 生离死别 或者是各种灾情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 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性 有人说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 我知道我们其实在这过程中 尝试联络很多的被隔离者 或者是在武汉的台商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惊弓之鸟 不希望自己的脸孔被辨识 声音也希望不要被辨识出来 因为在台湾社会 或者是在全球 在对抗疫情的同时 他们好像变成了一个敌人 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把他们贴上标签 你刚刚讲说你访问那一位太太 她先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是不是也会担心未来的生活 或者回家之后 接下来会不会小孩跟她 都会被大家贴上标签说 武汉回来的 子民 当然这个采访过程 我们还是有遵守我们的一些原则 我们还是会先询问她 那她也有戴口罩 我们问她愿不愿意受访 她是很乐意的甚至在她旁边 她的先生来载她也没有戴口罩 我们也问她她愿不愿意曝光 她说没关系 她说人平安最重要 平安回来 他们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赶快先回家 看看太太看看小孩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然大家害怕被人家发信说 她是武汉回来的 甚至说她有关在这 住在这个隔离所这么段时间 不过还是要呼吁社会大众 他们出来他们是经过采样的 那也都确定没有确诊 那出来之后 他疾管署也要求他们要戴口罩 也不要 尽量不要去一些公共场所 要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不要有任何贴标签的 甚至他们在中部的隔离所 虽然说疾管署说不要公布 但网友大家都神通广大 其实网路上大家都知道 大概在哪边 但是其实对民众来说 我们似乎台中市民 对他们的 不会有太多的反弹 但毕竟大家都不希望 自己是生病或是被传染的人 所以也希望说 大家真的是同理心 不要用这种 什么贴标签的方式说 就算电视上看到这位太太了 这位小姐 但也不要觉得说 他们怎么样 他们是很健康的 回来台湾的 是 重点是他们是很健康的 他们是健康的人跟你我一样 好 我们非常谢谢子民 也非常谢谢我们台中 所有的工作人员 子民谢谢 再见